基础物理2A 第一次断好试题 这是105年基础物理第一次断好试题的单选题 第一题 如右图某指点在直线上运动的XT图 则现在哪一个时段的位移量值最大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 这是一个XT图 时间从0秒开始一直到11秒钟 题目要问哪一段的位移最大 因为位移是把后来位置减掉原来位置 所以A0秒到2秒 因为0秒钟位置在0 2秒钟位置在10 所以A选项位移delta x 等于后来位置在10公尺 减掉原来位置在0公尺 所以10-0 因此位移有10公尺 这个是A选项 而B选项2秒到7秒 0秒10位置在10 7秒10位置在0 因此位移delta x 后来位置是在0 可是原来位置是在10 所以后来位置减原来位置 因此位移-10公尺 这个是B 这个是B C3秒到9秒 3秒钟位置在0 而9秒钟位置在20 所以delta x 后来位置是9秒钟是在20公尺 原来位置3秒钟是在0公尺 所以两个位置相减 因此位移有20公尺 这个是C选项 6秒到9秒 6秒钟位置在-10 9秒钟位置在20 所以delta x 后来位置在20 减掉原来位置在-10 所以20减掉-10 等于20加10 所以等于30公尺 所以6秒到9秒 它的位移是30公尺 这个是猪选项 1.9秒到10秒 9秒钟位置在20 10秒钟位置在0 所以位移delta x 后来是在0公尺 原来在20公尺 所以把0减掉20 所以等于-20公尺 所以位移的量值 因为量值只管大小 不管正负 正负只是表示方向 所以A的量值10公尺 B的量值10公尺 C的量值20公尺 猪的量值30公尺 E的量值20公尺 所以位移的量值最大的是30公尺 因此第一题 猪的答案 第二题 乘上题 现在哪一个时段的路径长最大 路径长是指所经过的总长度 所以A选项 0秒到4秒 0秒钟到4秒钟 我们先晓得每一段所走的路程 所以每一段直线 因为这是XT图 0秒到1秒 一条直线表示一个等速度运动 所以0秒到1秒 它做等速度 可是这一段走了10公尺 而1秒到2秒位置没变 因此走了0公尺 而2秒 一条直线下来到4秒 所以0秒到4秒 从10走到-10 因此走了20公尺 而4秒到6秒位置都在-10 所以位置没变 走了0公尺 6秒到9秒 一条直线 从-10走到20 总走了30公尺 9秒到10秒 从20走到0 总走了20公尺 所以A选项 0秒到4秒 所经过的路径长 因为0秒钟到4秒钟 所经过全部总路径 10加0加20 所以A选项 10加0加20 这个是路径长 所以路径长有30公尺 B 2秒到6秒 2秒钟到6秒钟 中间所经过的20再加0 所以等于20加0 所以等于20公尺 这个是B选项 这个是B选项 B选项 C选项4秒到9秒 因为4秒钟在-10 而9秒钟在20 所以4秒到9秒 中间所走过的路径长 等于0加30 所以0加30 20公尺 所以总共走了50公尺的路径长 水在每个选项中 路径长最大的 只有1选项 这个是第二题 第三题 机车在水平直线道路上面行进 若方向始终维持不变 已知机车在前面1分之1路程的平均速率是V 而全程的平均速率是3V 则在后2分之2路程的平均速率是多少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如果这是一条直线道路 听说机车在直线道路上行驶 而且进行的方向始终没变 可是在前面1分之1路程的平均速率是V 所以如果前面起点这个是A点 中点这个是B点 前面1分之1路程 假设中间这里有个C点 C点位置在全部1分之1的地方 所以如果这里是1分之1L 因此在前面1分之1路程 它的速率是V 这里平均速率是V 可是全部的总平均速率 是此从A到B 全部总平均速率等于2分之3V 现在要问后三分之2路程 后面这一段是三分之2路程 可是这一段的平均速率 假设这个速率是V1 因为全部诊断 我们晓得每个阶段的平均速率 还有它的距离 因此内容距离除以速率除出来等于时间 所以把全部的时间等于前三分之1路程的时间 加上后三分之2路程的时间 所以全部的总时间 T这全部的等于T前面三分之1路程A到C它所经过的时间 加上后三分之2路程 加上后三分之2路程C到B所经过的时间 因为时间等于我们把距离除以速率 这个除出来是时间 所以全部总距离是L 可是全部的速率是二分之2 所以全部的距离除以全部的速率 这是全部经过的时间 等于A到C 距离是三分之1L 可是速率是V 这个是前三分之1路程所经过的时间 加上后三分之2路程 距离是三分之2L 可是速率是V1 所以需要求这个V1是多少 我们把L除以2分之3V 变成乘上3V分之2 这是第一项 等于三分之1L除以V 结果就变成了3V分之L 加上三分之2L除以V1 就变成三倍V1分之2L 所以我们把它合并起来 因此全部这一项L乘上3V分之2 就变成了3V分之2L 所以每一项都有L 我们把L约掉 先要求V1这一项 所以3V1分之2 等于3V分之2 减掉3V分之1 所以等于3V分之1 我们利用前后两项交叉相乘 3V乘以2等于6V 6V等于3V1乘以1等于3V1 所以V1等于3除过来6除以3等于2V 所以V1等于2V 所以第三题A的答案 第四题 右图为摩跑车在加速过程的速度对时间的关系图 P点为切线L 与函数图的交点 则该跑车在6秒末 瞬时加速度的量值是多少 也这一题的题目要求 时间在第6秒末它的瞬时加速度 而且是求量值所以不管正负 因为图形是一个VT图 VT图如果我们要求加速度 我们要找切线 可是 瞬时加速度是VT图的切线 所以 我如果要求第6秒的瞬时加速度 则我要求通过第6秒的这一条切线 这条切线的写率就是它的瞬时加速度 因此 我们要找L的这一条切线 可是这条直线我们要找两个点 于是 我们看到了4秒的时候它的V等于0 而6秒的时候它的V等于8 所以 时间4秒的时候V等于0 时间6秒的时候V等于8 因此 瞬时加速度是把后来速度 后来速度8 减掉原来速度0 所以8减0 这个是速度变化 除以4秒到6秒 经过2秒钟的时间 因此 8减0等于8 除以2 所以加速度等于4 公尺除以秒平方 所以 加速度是4 因此第四题 C的答案 第五题 地震时会同时产生P波和S波 P波是重波 其波数约为每秒8千公尺 S波是横波 其波数约为每秒钟4千公尺 一个观测站在模式大地震当中 测得P波抵达以后 经过8秒钟 S波也抵达 若这两种波沿着同一直线路径 由正远传到观测站 则正远与观测站之间的距离 用为多少公里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如果左边这个位置是正远 而右边这个位置是观测站 因此我们假设正远在A 而观测站这个位置是B 而现在有P波和S波 两种波要由A传到B 可是P波一秒钟可以走8千公尺 S波一秒钟可以走4千公尺 所以P波的数率 因为题目最后是要用公里来表示 所以P波一秒钟走8千公尺 所以P波的数率是8公里每一秒 而S波的数率是1秒钟4千公尺 所以S波的数率是4公里每秒钟 因此我们看到了P波的传播数率 比S波传播数率快 而两个波相差8秒钟的时间 所以P波抵达以后 经过8秒钟S波也到了 因此我们把P波所经过的时间 再加8秒 这个时间就是S波所经过的时间 所以假设从A到B 全长距离是L 则距离除以数率 因为P波的数率是8 所以我们把距离除以数率 这是P波从A传到B的时间 既然再加8秒钟 等于S波传过来 可是两地之间距离是L 除以传播的数率等于4 所以L除以4 这是S波传播的时间 L除以8 这是P波传播的时间 如果左右两边 我们乘以8把分母去掉 所以左边乘以8 L加上8864 等于4跟8约分变成2L 所以L一过来 因此2L减掉L L等于64公里 所以正面和观测站 两个之间的距离有64公里 所以第5题 B的答案 第6题 6图为机车在直线上 运动的速度时间图 以至机车的起点 是在原点的左边60公尺 若以向右为正 则机车在30秒末 位置在哪里? 我们先看底下这个图 若这是一条直线道路 机车在直线道路上面 以向右为正 往正的方向前进 可是 如果原点是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0 提悟说 机车的起点 是在原点的左边60公尺 所以 以向右为正 机车的位置 起点是在原点的左边 这里 如果这里是-60公尺 因此 题目要问 30秒末位置在哪里? 题目要告诉我们 0秒到30秒 机车前进的VT图 所以机车的速度时间图 由于VT图 图形向右面积 我们可以求 它所行进的位移 所以 我们先找 0秒到10秒 这是一块四边形 所以 把第一块面积 加第二块面积 这两个面积 加起来就是 0秒到30秒 前进的全部 总位移 因为 整个位移 都是在横轴上 所以 整个位移都是正直 所以这个位移 是位移 也是路径 因此 0秒到30秒 全部的总位移 所以整个S30 第一块面积 10乘以6 也是四边形 第二块面积 是一个T型面积 上底是6 加上下底是12 所以上底加下底乘以高 而这个高是从10到30 所以整个高是20 除以2 这个就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 除以2 这就T型面积 因此 全部 30秒内 所经过的总路径长 10乘6 第一块 有60 第二块 2跟20 约分 剩下10 所以 6加12 是18 18乘10 180 因此 全部加起来 全部总位移 60加180 总位移240公尺 因此 题目说 如果以圆点的左边60公尺 这个位置做起点 这30秒内 前进的距离总走的240公尺 所以往正的方向 走的240公尺 因此 最后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假设最后位置是X 所以30秒末最后的位置 X等于 起点 重复60 加上 从 0秒到30秒 全部走的总距离 总走的240公尺 所以加上 往正的方向走的240 因此 240-60 等于180公尺 所以 最后的位置 是在 圆点的右边 180公尺的地方 这个X等于180公尺 这是位置 而240 是起点到终点的总位移 所以 机车在30秒末 最后的位置 是在圆点的右边 180公尺 所以 第六题 A的答案 第七题 在高40公尺的大楼顶端 将一个物体牵直上抛 使其落至地面 若物体可以上升的距离为12公尺 当物体的位移大小是4公尺时 物体所通过的路径长为L公尺 我们把地面当圆点 这里高度是0 现在把一个物体牵直上抛 让它落至地面 所以从大楼的顶端牵直上抛 可是 物体可以上升的距离是12公尺 所以上升上面这段距离 有12公尺的距离 然后落至地面下来 现在题目要问 如果物体的位移大小是4公尺的时候 则物体所通过路径长是L公尺 则所有可能的L是多少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从楼顶上这个位置 一开始牵直上抛 可是 我们知道向上抛最多可以丢12公尺 然后落至地面 现在题目要问 假设在上抛过程 它的位移大小是4公尺的位移 因此从顶楼开始 位移4公尺是上面这段4公尺 或者底下这一段4公尺 如果这一点是A点 这一点是B点 而底下这一点是C点 因此有这三个可能 可是 在A点的时候 所经过的路径长 如果是LA 因为从楼顶出发 往上位移4公尺 所以位移向上4公尺 经过路径 也是4公尺的路径 可是 如果落到B点来 因为B点的路径长 这时候是 从楼顶上牵直上抛 然后再落回B点来 可是上抛的过程 最多可以上升12公尺 而这个位置 是在距离4公尺的地方 因此 上面这段距离有8公尺 所以我们把12公尺 再加8公尺 所以B球 所经过的路径长 总会有20公尺的距离 而C球所经过的路径长 因为C球是在 出发点下面4公尺的地方 所以 牵直上抛 上去到最高点12公尺 下来回到原处 在12公尺 所以上升12公尺 下降回到原处12公尺 可是现在落到C点 是在出发点下面4公尺 所以再加4公尺 这是C点所经过的总路径 因此 12加12 24 24加4 28 所以总会有28公尺 因此 当位移是4公尺的时候 它可能的位置有三个位置 而这三个可能的位置 把所有经过的路径长加起来 第一个路径长只可能是4公尺 第二个的路径长可能有20公尺 第三个的路径长有28公尺 所以 全部加起来 20加4 24 24加28 总共52公尺 所以 全部所有的路径长 全部的总和为52公尺 所以第七题 猪的答案 第八题 做直性运动的物体 其速度时间关系如右图 请回答第八跟第九两题 第八题 0秒到2秒内的位移是S1 0秒到4秒内的位移S2 则S1比S2等于极比极 因为 旁边这个图 这是一个VT图 0秒到2秒的位移是上面这一块面积 而2秒到4秒的位移是右边这一块面积 VT图图影下的面积会表示它的位移 所以 0秒到2秒的位移S1 2秒到4秒的位移S2 因此 S1 是一个T型面积 T型面积 上底是2 下底是4 乘以高是2 再除以2 这是 左边这一块T型的面积 而这个面积也是0秒到2秒全部的总位移 所以这个位移加起来2加4是6 2跟2约掉 所以位移6公尺 这个是S1 而S2 所经过的总位移 因为是右边这一块三角形面积 这一块面积 底是2到4 所以底是2 而高是4公尺 因此底乘高 除以2 2跟2约掉 所以位移有4公尺 因此 S1的位移是6公尺 S2的位移4公尺 两段的位移比等于3比2 因此 S1比S2位移比3比2 第8题 B的答案 第9题 0秒到2秒内平均加速度是A1 0秒到4秒内平均加速度是A2 则A1比A2的量值等于G比G 因为 VT图如果要求加速度 则是把速度变化 除以时间 因此 A1 等于 0秒到2秒 2 2秒 2秒中速度4 所以平均加速度是把速度变化 DV 除以时间DT 所以 0秒到2秒 后来速度是4 减掉原来速度是2 除上0秒到2秒 经过2秒中的时间 所以 4-2 是2 2除以2等于1 公尺除以秒平方 所以 A1 0秒到2秒的加速度是1 而2秒到4秒的加速度 这时候 A2 A2等于 后来速度是0 减掉原来速度是4 所以 墨速减初速 除以经过时间 2秒到4秒 经过2秒中 所以 -4除以2 等于-2 公尺除以秒平方 所以 A1 比A2 A2加速度是1 A2加速度-2 可是 题目要求量值 所以 加速度的量值是2 因此 A1 比A2 等于1 比2 所以第9题 珠的答案 第10题 汽车员直线运动 在某时间内 汽车的车速从正三V 变成-V 只有在此时间内 汽车的平均速度量值 与平均速度的比值是多少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如果这是一个VT图 VT图 图引下的面积 可以表示它的位移 可是 横轴上的位移是正值 横轴下的位移 则是负值 因此 题目说 有辆汽车 从一开始 车速本来是3V 后来速度变成-V 从3V变成-V 因为是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一条直线下来 体目要求 汽车的平均速度 与平均速度 两个的比值是多少 因为VT图 这边时间是T1 右边这边时间是T2 则T1比上T2 会等于 等于边场比 3V比上V 所以3V比上V 等于3比1 因此 如果T1 这段时间是3T 则T2 这个时间 会等于T 所以 A1的面积 算出来 底层高 除以2 底是3T 而高是3V 底层高 除以2 这第一块面积 等于 2分之9 TV 这是A1 而A2 第二块面积 是在横轴下 所以实际上 这块位移是负值 而这块面积 因为我们先取它量值 所以 底是T 而高是V 底层高 除以2 所以2分之TV 因此 题目要问 平均速度 比平均速率 如果 平均速度是V1 平均速率是V2 则平均速度 把位移除以时间 所以 Δx 除以经过时间 ΔT V2 是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 是把路径长 除以经过时间 ΔT 图上 两个时间 都相同 都是经过T1 跟T2 的时间 所以 全部的总时间 3T加T 全部的总时间 等于 3T加T 总共是4T的时间 可是 平均速度的时间 是4T 平均速度的时间 也是4T 因此 ΔT 我们月掉 所以就等于Δx 位移 比上路径 可是 位移 是两块面积相减 因为 横轴上是正的位移 横轴下是负的位移 所以 总位移 包括 A1 是正的 9T 加上负的 是负的 1T 所以 减 1T 这是总位移 可是 总路径长 是所走过的 全部总距离 所以 第一块 是9T 可是 第二块 加上 所经过的 是2分之1TV 所以 全部 2分之9 减2分之1 剩下2分之8TV 所以是4TV 这第一段 比上 2分之9TV 加2分之1TV 等于2分之10TV 所以是5TV 因此 我们把TV 约掉 等于 4比5 所以 平均速度 比平均速率 等于4比5 可是 听没有问 比值 所以等于 5分之4 所以 第10题 C的答案 11题 一直线运动 一直线运动的指点 其XT 关系如右图 莫在8秒内 平均速度和平均速率分别是x跟y 则现在哪一个可以表示x跟y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这是一个XT图 XT图 先要求平均速度跟平均速率 所以 平均速度 是把位移除以时间 因此 x 是把位移 可是位移是后来位置在-4 原来位置在0 所以-4-0 这个是位移 除以时间 8秒钟 所以 -4除以8 等于-2分之1 公尺每秒 这个是平均速度 而平均速率y 等于 经过的总路径长 可是第一段 0秒到2秒 经过4公尺 第二段 0公尺 第三段 4秒钟在4 8秒钟在-4 所以4秒到8秒 总走了8公尺 因此 全部总路径长 4加0加8 所以经过的时间 总共8秒钟 所以 12除以8 因为选项都是用小数 所以等于 12除8 1.5公尺每秒 而-2分之1 等于-0.5公尺每秒 所以 xy 两个写成数 对 x是-0.5 y等于正的1.5 所以 11提 -0.5 和正的1.5 所以11提 1的答案 12提 某指点 以初速V 在水平桌面上沿直线滑行 是要固定摩擦力的作用 做等减速度运动 则当行进低距离时速度变成1分之1V 这已经滑行的时间为若干 我们先用底下这个图 如果这是一个直线道路上 从一开始 t等0秒的时候 本来一个指点速度是等于V 现在走一段距离 走得低的位移之后 结果 t秒中 速度变成了1分之1V 问 经过的时间 总共经过了多少时间 因为整个指点运动的过程是受到摩擦力 所以 是做等减速度运动 所以等减速度是负的等加速度 只是加速度是负值 所以速度逐渐减少 可是 加速度是定值 因此 我们可以利用等加速度的公式 可是等加速度 我们晓得初速 小的末速 而且资料距离 先要求时间 因此 我们利用 x等于 2分之 v0加v乘以t 因为 我们晓得距离 x 从起点到终点走的距离 是走的低的距离 等于2分之 一开始初速 0秒的时候初速是v 可是最后 t秒中的时候 速度是1分之1v 而经过的总时间 是0秒到t秒 经过了t秒中的时间 所以 这个等于 2分之 v加3分之1v 加起来是3分之4v 乘上经过时间t 而这个距离 而这个距离算出来也是d 所以把2乘过来 因此 2d等于3分之4vt 所以 t等于3分之4v 一过来 便能把2d乘上 4v分之3 所以等于 2跟4约分 这里是2 所以是2v分之3d 因此 经过的时间 是2v分之3d 所以 12题 c的答案 13题 一子单列车 做直行等加速度运动 过A站时 速度是30公尺每秒 在经过60秒以后 经过B站 AB两站 相距2400公尺 则通过B点时 瞬时速度为多少公尺每秒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题目说 有一辆子弹列车 做直线的等加速度运动 在A点的时候 速度是30公尺每秒 所以 如果A点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速度是30公尺每秒 结果 在过60秒钟 经过60秒钟 到达了B点 B点的速度 现在不晓得 可是中间总共走了2400公尺 现在要问B点的速率是多少 我们晓得初速30 末速是V 而经过的时间60秒 总共走了2400公尺 所以 初速末速如果都知道的话 X等于 2分之 V0加V乘以T 所以X 2400公尺的距离 V 等于 2分之 原来在A点速度是30 后来在B点速度是V 所以 初速加末速 乘以经过时间 60秒钟的时间 所以 左右两边 我们把60跟2400约分 一个1 一个40 10 2乘过来 40乘2 变80 所以 80等于30 加V 因此 V等于 80 减30 所以等于50公尺 每秒 所以速度是50公尺 每秒 因此 13 13 C 的答案 接下来 提主 物体做直线的等加速度运动 AB和BC的时距都是0.2秒钟 间隔距离如右图 请回答14跟15两题 14题 物体运动的加速度是多少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 因为 题目说 AB和BC 间隔的时距都是0.2秒 所以AB距离4公分 可是 经过0.2秒钟的时间 BC距离6公分 也同样是0.2秒钟的时间 这时候 ABC 三点的位置 我们晓得它们之间的距离跟时间 这个题目类似打领计时器 我们先利用平均速度来求顺时速度 最后再求平均加速度 所以 我们先求AB的平均速度 所以 A到B的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是把位移除以时间 所以AB位移有4公分 可是经过时间0.2秒 所以把位移除以时间 4 除以0.2 等于40除以2 所以是20公分 每秒 所以AB的平均速度是20公分每秒 然而 AB的平均 是0.2秒钟的时间 也就是 A到B 要0.2秒 整个时间的终点 假设我们加一个点 如果这一点叫做A1 A1这一点 是AB的时间终点 因为 如果指点是在做等加速度运动 我们可以把整段的平均速度 变成终点的顺时速度 所以我知道 在终点这一点 A1这一点 速度是20公尺每秒 所以A1的这一点速度 它的速度是20公分每秒 而同样的 从B到C距离是6公分 所以B到C的平均速度 我们把距离6公分 除以经过时间0.2秒 所以 位移除以时间 6除以0.2 等于60除以2 所以30公分每秒 因此 B到C的平均速度 是30公分每秒 然而B到C是0.2秒钟 所以中间 我加一个点 假设这一点是B1 所以BC的平均速度是30 所以B1的顺时速度 也等于30 因此 VB1 这个速度是30公分每秒 因为 我们晓得A1的顺时速度 晓得B1的顺时速度 由于AB时间是0.2秒 所以A1是时间的终点 因此 左边这里是0.1秒钟 右边这里是0.1秒钟 同样的 从B1到B 这个经过时间 0.1秒 从B1到C 这个经过时间 有0.1秒 因此 平均加速度 A等于 速度变化 除以时间 因为我们现在晓得了 在A1这一点的速度 是20 B1这一点的速度 是30 所以 整个指点 向右运动 墨速是B1的速度 减掉 初速是A1的速度 所以经过时间 DT 可是 B1后来速度是30 减掉A1 减掉A1 原来速度是20 所以 墨速 减初速 除以经过时间 经过两个间隔 0.1秒 再加0.1秒 所以总共有0.2秒钟 因此 30-20 等于10 所以 10公分每秒 再除以0.2 等于100 除以2 所以等于 50 公分 除以秒平方 所以加速度是50 所以 14题 B1的答案 15题 途中B点的顺时速度是多少 因为整个指点 是做直线的等加速度运动 可是整个过程里面 我知道了A1速度是20 A1 Z点速度是20 B1速度是30 所以B1 Z点速度是30 而整个速度 再逐渐增加 而且是稳定的增加 因为是等加速度 所以B点的速度 VB 刚好就类似等差中下 B点的速度是A1跟B1 两个的平均 所以把A1的速度是20 加上B1的速度是30 两个相加除以2 就是B点的顺时速度 所以B点的顺时速度 25公分每秒 因此 B点的顺时速度 25 所以15题 Z的答案 16题 汽车由禁止开始出发 以1公尺秒平方等加速度 行驶一段时间后 再以3公尺秒平方等减速度 而逐渐停止 若全程能位移为600公尺 则汽车全程总共废时多少秒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提名说 汽车从禁止开始出发 所以如果这是一个VT图 VT图从0秒钟开始 从禁止 所以一开始初速是0 前面先加速度是1 所以前面的时间如果是T1 这个时间加速度是正1 速度逐渐增加 假设T1秒最大速度变成V 后面开始减速 可是加速度是3等减速度而逐渐停止 所以后段的加速度是-3 如果后面这个时间是T2秒 因此 前面V等于V0加AT 如果最大速度是V 一开始是0 经过加速度是1 乘以时间T1秒钟的时间 所以V等于T1 可是后面一段是等减速度 所以后来末速是0 等于后面这一段是从V速度变成0 所以一开始初速是V 加上加速度是-3 经过时间是T2秒 因此移向过来V等于3倍的T2 所以V等于T1 但是V等于3倍T2 所以V等于T1 可是等于3倍T2 所以T1比T2 等于3比1 所以我们假设T1 所以我们假设T1的时间如果是3T 则T2的时间会是T 因此T1的时间是3T T2的时间会是T 由于V等V0加AT 所以前面一段从0开始 加上加速度是-1 乘以经过时间是3T 所以速度变成了3T 所以这个V最大速度 这里是3T 因此提议说 全部所走的位移总是600公尺 而这是一个VT图 VT图图形下的面积是表示位移 所以整块面积 底是3T加T 所以底总共4T 乘以高有3T 底乘高除以2乘以2分之1 全部位移600公尺 所以43 12T平方等于261200 因此T平方等于100 T等于10秒钟 所以T等于10秒 可是全部的总时间 T等于前面有3T 后面有T 全部时间是4T 所以是4乘以10 总共40秒钟 因此 全程总共花费40秒钟的时间 16提 1的答案 17提 乘上提 汽车全程的平均速率是多少 因为平均速率是把路径长除以时间 汽车从静止开始等加速度 全程的过程位移都是正值 所以它的位移等于路径 所以位移600公尺 路径也是600公尺 所以平均速率Vs 本来是把路径长 ΔL除以时间ΔT 全程的位移有600公尺 所以全部的路径长600公尺 经过的时间总共有40秒钟 所以把路径长除以时间 因此 600除以40 所以有15公尺每秒 因此 平均速率15公尺每秒 所以17提 B的答案 18提 一车延直线由静止开始启动 最初以等加速度行走全程的五分之二 再改以等速度行走全程的五分之二 最后再等减速度至最终而至停止 如果全程的平均速率是V 则全程的最大速率是多少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题目说 因为车时延直线由静止开始启动 所以一开始初速是0 我们把过程化成VT图 因为题目说 最初以等加速度行走全程的五分之二 所以假设全程的距离是S 则在第一个阶段 走的全部的五分之二 所以走的五分之二S 这是第一段 而第二段再走全程的五分之二 所以第二段再走全程的五分之二 因此 如果全程是S 我们扣掉第一段走的全部的五分之二S 第二段再走的五分之二S 所以剩下来 则只剩下五分之一S 所以第三段 减速的阶段只走了五分之一S 最后终于停止 因此 前面第一段加速 中间等数 最后减速 总共有这三个阶段 现在要问 全程最大数率 最大数率是这个V 假设最大数率是V1 然后全部的平均数率是V 因为平均数率等于 总位移DeltaS 除以总时间DeltaT 可是题目说 总位移是S 如果 到这边 总时间是T 则把S除以T 除出来就是平均数率 然而 图形是先加速再等数 最后再减速 如果我们把整个过程 把它补成一个四边形 则我们发现图形有对称性 左边这一块底下这里是五分之二S 因此上面这块面积是五分之二S 右边这一块由于左下角是五分之一S 因此上面这一块是五分之一S 由于本来中间的T型加起来位移总共是S 现在补成长方形之后 结果左边多了五分之二S 右边多了五分之一S 所以 这个是全部整个长方形总面积 这块总面积加起来 五分之一S加五分之二S是五分之三 再加S结果等于五分之八S 这是整个长方形面积 可是这个面积我们发现这是VT图 我们把V1乘以T 也就把速度乘以时间 这个是整块面积 因此 T没有求V1 我们把T除过来 所以V1等于五分之八 把S除以T 可是我们刚刚发现 S除以T等于V 所以S除以T等于V 所以等于五分之八V 因此最大速率是平均速率的五分之八倍 所以全程的最大速率是五分之八V 所以18题 E的答案 接下来题组 质量M的小球 从长75公尺的公滑斜坡顶端 由静止下滑 进入五秒钟到达斜面底部 请回答19个20 19题 物体在斜面上的加速度A为多少公尺秒平方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题目说 质量M的小球 从75公尺的公滑斜坡上 从顶端由静止开始向下滑 结果五秒钟又滑到斜面底部 下球在斜面上 运动的加速度是多少 因为小球在斜坡上 由静止开始向下滑动 整个过程是一个公滑斜坡 所以没有摩擦 整个过程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等加速度本来 所以X等于V0t加2分1at平方 所以X是整个斜坡长度 有75公尺 由静止开始 所以V0等于0 因此第一项初速是0 加上2分1乘以A加速度 时间经过5秒钟的平方 所以0加2分1乘A乘5的平方 前面0省略2乘过来 75乘2等于150 150等于5的平方 25A 所以A加速度等于6公尺秒平方 因此 沿着斜坡向下滑动的加速度是6 所以19题C的答案 20题 小球由斜坡底部 以初速24公尺每秒向上滑动 则能够滑上斜坡的最大距离是多少公尺 如果现在小球是在斜坡底部 而现在有个向上的初速 一开始初速是24公尺每秒 如果要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表示最高点墨速等于0 因此滑到斜面上的最大距离 初速24墨速是0 因为同样的斜坡 所以加速度相同 现在球最大距离 我们利用V平方等于V0平方 加上2AX V到最高点墨速是0 可是原来初速在斜坡底部 所以是24的平方 加上2A 在斜面上用速度向上 可是加速度是沿着斜坡向下 所以加速度是-6 乘上位移 从底下到上面 全部总位移 假设X 先要求这个X 所以2-6-12一向过去 12X等于24的平方 是24乘上24 因为12跟24可以约分 因此X等于24乘2 48公尺 所以在斜坡上可以滑到最高点 可以滑48公尺 所以20提A的答案 天底下的天才并不多 通往成功的道路 唯有勤奋和努力 才是最佳的捷径 愿这段话与您共勉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